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可以直接参加下一次 对 然后剩下的七位呢就是都会可能都有变化 那变化在哪里呢 就是好像是每一年的各大赛式的一些头衔得主 也就是说你今年不努力 明年呢可能这个王中王呢就没有你了 他是不看你是不是事业冠军的 也不看你曾经的成绩的 这是一个动态的比赛 当然了这个比赛好像奖金也是非常的可观 对 冠军奖金应该是来到了七十万 对 所以说亚军有二十万 当然出场费光出场费也是有不菲的一笔这个收入 所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都是 冠军们都是应该会全力以赴 而且呢特别是能无入围我觉得 首先代表了就是 你的实力 对对 今年的你的一个表现的 某种程度上的那种认可 硬质标 我们会看到这几位选手都是 有国际大赛头衔 或者是国内大赛头衔 应该是上一年就是19年的头衔获得 对对对各种比赛 一定是有冠军加身的 加成的 所以说这里也可以请我们解析 为什么有一些事业冠军 并没有入围到这个决赛圈的原因 因为19年的表现并没有那么亮眼 所以说赛制是公平公开的 对对对比赛的话呢也是 王中王嘛 大家都是最好的状态的选手 就是争夺 八个人争夺最后的冠军 今天的话我们接近 带大家来到的是这个半决赛 对是的 由柯杰对阵 范婷玉 那我们先来看齐吧 昨天的话也是柯杰战胜了另外一位事业冠军 米玉婷 旗下的赢得很脆 赢得很干脆 很脆 真的是很脆 昨天好像也是下出了一个小的新招 但今天没有继续使用 以后给大家来也是简单介绍一下 昨天我也是忙里偷钱看一下齐普之后 说实话看见那部棋被吓了一跳 就是没没看懂 这里的话也是要说一下我觉得柯杰 好像奇异 大家也知道在2020年现在的话 整个步调是非常的顺畅 特别在国际大赛中多项国际大赛都 都还在那个八强的那个位置上 巴基斯的位置上 那我在想他疫情期间是不是都在家勤学苦练 这个事我只想说这个事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领军人或者天才起手来说 就是疫情某种程度上可能帮助了他 有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这里不是指他以前不努力 对是的 其实我们会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 就是你如果没有疫情的这个原因 你不可能每天待家里 你肯定在外面奔波 对总会有一些比赛奔波 或者是有一些活动需要你去出席的 所以说对奇异的研究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深入 因为没有时间 因为你比赛一个接一个的堆着的 今年的话 因为特殊的原因就是比赛 是在缓慢的恢复过程中 但是毕竟强度来说 就没有往年的这些冠军们那么强了 对 就他可以 安心的居家去研究一些秘密武器 从最近来看也是非常的理想 昨天也是完胜了小米 基本上不太会懂小米好像 对这个有很尴尬 然后小范的话 昨天范婷玉也是昨天战胜了我们的国内的一个王牌 国内大赛的一个王牌那个联校 所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 我们来看看 他是手脚 这个无忧脚之前还在说老说他掉点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下了也就下了也没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看到一三五这个平行的这个布局之后 其实柯杰是一位我觉得说在事业冠军 非常非常善于针对对手的一个实业冠军 我们都知道小范的棋风是以先捞后洗剑场的 简单说就是非常的酷爱实地 然后非常的善于制孤 是的 而范婷玉的攻击能力 或者说攻击攻杀大农能力 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的弱象 对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呢 那你怎么能让对方 不进入到对方的长相 或者说扬长臂短呢 我们来推荐一三五啊 一三五这样一步了之后呢 去我们看到今天的黑棋的就很明确了 柯杰就是要拿空 我不管什么胜率 我也不管掉什么点 今天我就是要把空拿了 有本事你以后你就来吃我的龙 吃二掉算你今天你赢 对吧 就是郑重对方的这个软肋 或者说要害的这个部位 就这个是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我个人的理解 就可见柯杰对于这些排名前 就是比较靠前的骑手 当然是非常非常了解 然后他很清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对付他们 那是必须的 他很清楚这一点 大家都是世界冠军 如果你不对对方 有一些针对性的下法和研究的话 只是从骑上去下 正常也还是那样的 那肯定是要吃点苦头的 就很辛苦 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也波兰不惊 然后把这些小飞挂 昨天小飞挂他就下了这 昨天他飞在了天上 对 那个凌空飞翔了起来 到现在那边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我就说 昨天他就下的比较的奔放 我估计米宇挺看见这个就不太会了 他主要是昨天是为了压制小米的这个攻击 最后他就不要把棋下在外面 今天的话我们会看到 由于跟小飞下他就下的非常的坚实 而且去走空 但是下了一步棋和再下了一步棋 我个人要站在一个批评的角度 虽然这步棋一定是不掉点的这两步棋 一定是局部最优化的一两步棋 但是作为战略的角度 小飞今天其实是有一点落入对方 落入到对方的一个下缓里面 我现在看这步棋 不主要呢 柯杰他确实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棋手 你想针对他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好像就比较费劲 不像小贩 他的特点特别危险 你可以不针对人家 但是你要发挥自己的 但是你可以以我为主 就是如果他还是你变得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他并不好吃太针对到他棋风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完了 你该怎么下就怎么 也就是说今天你想捞我的空对吧 我暴定时空我就不放手 那么暴定时空不放手 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两种下方 一种就是简单的猜 一种就是环以颜色嘛 说一个 就是你把棋的速度降下来 不要去整一些那个有的没的 就是在天上飘着的起 也不要去 这时候应该把自己的眼睛捂住 就是屏蔽掉我们去AI测起的那种胜率 因为跟胜率是没有一毛钱关系的 因为你就算胜率高一点 后面那个局面你把控不住 对 依然是一个徒劳的一个项目 没错 我觉得AB都可以 就是这个手脚和这个猜耳 都是可以选择 就是 就是慢速嘛 以那个慢速对慢速 然后慢慢推进 只要时空不落后 其实 范婷玉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对 大家也会看到 其实只要美盘机时空不落后的话 想战胜它是一件非常很简单 很简单 极其简单 但是呢 这步棋呢 接下来这两步棋 我们就会看到呢 还是可能受到了这个 一些我觉得 常规的束缚和影响 就让客截如愿以偿的 我们来看一下 挂脚 这步棋坚钱 因为它这两步棋是配套的嘛 一定是起头进入到一个 扩张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这两步棋一下我们会看到呢 整盘棋大概率 可以白棋就是说要去 要取势 取势去进军了 但是呢 关键是呢 我们 不是一个取势的高手 就是说 他不擅长这一步 对 作为小贩来说 其实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一点 就是被针对掉了 为什么昨天 柯杰跟米玉婷下的时候 小米下的时候 没有下这个呢 因为小米是一个攻击手 最擅长的就是攻杀和刺激 所以说 柯杰是不可能下这个 先捞后失控吧 先捞失控被 被吃了 被小米 那一定多半是要被吃的 所以说昨天我们会看到 柯杰就把棋下的 相对的高位 下高位的话可以 延缓你攻击的节奏 他就不要失控嘛 因为你是一个攻击手 你并不是一个取失控 防守的高手 是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下巴 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呢 虽然聊聊几步棋 所以白色下的是堂堂正正 中规中矩 但是呢 这个棋的趋势 就朝着白棋取势的去了 黑棋预先设计好的 这就是这样 套路就来了 对 预先设计好的 如果你正常的下一个小飞 然后黑的正常就往里拖 那也就是说 我们摆一个 比如说打一个吧 对正常的一个打接 这个定时大家都会对不对 那下到这里之后 不就是等于已经停不下来了 接下来白的必然要经营 这个左边这个大模样 是的 那黑棋的先捞后洗的这个策略 就如愿以偿的 这时空看起来捞得好扎实 已经三脚在窝 对特别扎实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流向 就是对白棋来说 对小贩来说 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友好 很不利的 对就是流程不友好 对 不是说这个招不能下 就是说其实应该是 从这些战略的角度 我觉得多思考一下 就是要不然的话 这个跟客界下 你会非常的辛苦 就是他会不同的起手 他用不同的办法来针对到底 今天的话就是这里的时候 小方看到小飞这里 会失去这个脚步 然后再去肩顶 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就有点变调了 有点腻是吧 就他整个的有点乱 我觉得他的整个思据 但是呢你如果 这就是我觉得围棋的魅力 就是 但是如果你用实战 你用回头用AI去测胜率的时候 这时候我可以肯定就是白棋一定是不差的 这肯定差不多 对跟之前的 还没有下之前基本上没有区别的 所以说呢 你就会麻痹到你 你认为呢你没有下坏棋 是 是 但其实整盘棋的流程 对我觉得对白棋来说已经有一点点不友好 然后接下来下部棋又是一个针对性的下方 正常的话肯定是进行一个拆边的 是 回拆的 那回拆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以后这里会 对 吃一个二路的透点 所以说呢为了防止对方去local 嗯 我觉得柯杰今天干的事干的就很彻底 我就不猜了 我不猜我就不会被你点 挂进去了 挂进去完以后我就是要点你的三三 是的 就是想办法点你的三三 点完三三之后呢 呃 我时空就领先了 嗯 至于你外面的模样 今天我不关心你外面有没有模样 这些 朝朝都是盯着你的这个 时空剧的 嗯 就我个人觉得真的 这般其从战略上从思路上 小贩是有点吃亏的 没错 因为他本身不擅长这个 他最擅长的就是把空牢牢守住 然后后面慢慢的跟你收 他的关子好得很 对 关键是在对方被对方这样针对 针对性的针对到之后 其实反针对的措施其实今天没有看到 比如下一步棋 下一步棋其实是一个常规的下法 你既然没有猜我就加进来 但是我觉得加进来 就有根本的问题 就是以后这个 这个局部这个三三 嗯 压力很大 对 现在其实布局呢 大家都觉得 哦 反正都是都差不多 大家就这么找流程走下去 但是其实还是 你需要选择一些对你将来 你觉得更有把握的下法 关键更适合你起风起路的一些下法 对更适合你的下法 因为最终我们不可能像 AI一样没有起风 你不可能一直背下去 那你要一背下去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很简单了 我们要测一下你用什么科技的手段 那个就是没有被发现啊 对吧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就不展开讲 对吧 围棋圈 围棋圈现在都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 疑似的故事 我就不 八报我就不展开讲 就是如果你步步啊 比如说你的AI吻合度80 甚至达到90了 那这个事情对吧 我只能说你高啊 为什么不能说你高呢 那人家肯定都吓不过你 不是 如果你又没被发现 对 那只能说你 你高科技利用纯属啊 就是我觉得也也应该认可你就是 对吧 这个时代你用了一些尖端的科技 我们发现不了你啊 但是作为真正的就是我们下面棋 或者说是 呃 在一个公平的这个赛场上的时候啊 场景的时候 那你是不可能做到那个吻合度的 对 一般的吻合度大概就是50到60左右 嗯 就是加的好的时候大概能到70 我觉得70多已经很强了 70多是事业冠军 而且是事业冠军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能达到70加 但是呢大部分一盘棋50到60浮动是一样的 很正常的事情 呃 冠军们也是有时候会50到60 总的这个吻合度 对 所以说你在你总是会后面 呃 无法下出最佳的这个变化的这种情况下 呃 下出适合你的场景就是 非常重要 嗯 所以下一步棋说实话 其实要不然别加了 哈哈 就是30他可能又咽不下这个气 我觉得呢 嗯 就是 这时候既然已经饱脚了 对 不知道这步行不行 就是有点下不出手 飞蛾 哈哈 你也别跟我扯那么多 哈哈 今天呢你拆回去 我今天就变掉了 嗯 我索性我就 开捞就完事了 或者是这个 嗯 如果说他拆回去的话 我倒不觉得这两首交换可以几串 他不拆他那他也 那你来嘛 那你停 我你来嘛 你来我不就 就 那好吧 照齐你可能是要照天上的嘛 嗯 那你我就逼你去走天上吧 就说白了 那我也不知道应该走哪 不是从齐上的时候 打完可能是要天上照的 是 那不是我照完我不就能先捞后期 甚至我还不打我还先猜一个 嗯 我就让你为模样嘛 你不是其实你今天已经很 很明显你不想走模样了吗 对 我逼你上去嘛 嗯 不是照齐下照胜率下 这步棋一定掉点的 哈哈哈 他这步不掉点 我觉得也是 这步一定是不掉点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个棋接下来的流程不好 嗯 对 你这样的话呢 你来不来嘛 柯姐对不对嘛 嗯 对吧照齐下你估计是要照这的 那你来嘛 哈哈哈 对吧 我逼你走上那个 走上那个 你不愿意走的那条路 对那条路嘛 对不对嘛 哈哈哈 然后我不就拿到控制 我就可以先捞后洗了吗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缺 一点有一点 便通上有点缺乏的小翻 所以说呃实在其实是这盘 其实也是有一点被 柯姐在思路上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感觉 对 就下的都是好奇 行吗 他们是这样下的 他飞了一下 然后再点个三三 他是他是这么想的 如果直接点 嗯 你一定立下来 对 然后呢我们再点的时候 你接住 嗯 我过的话呢 这边以后会被你勾 找 不知道是勾在哪 或者是 走一个是类的 嗯 他就尖一个嘛 他飞一下的意思呢就是 像这时候再点的时候呢 你接不住了 嗯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你挡不了挡他扳 这不行 这边冲断了 这边有个冲断 嗯 所以说你这形状很难过去 嗯 然后你接不住呢 你就不想立 他实际上不是团呢 对 那团的话这个脚其实已经就亏损了 而且呢 这盘棋就向未知领域发展 就是白棋的小贩的整个布局的这个 嗯 节奏没有了 嗯 就是不知道我们会下成什么样子 就是他失控了 这个棋 对 然后你看嘛 都都往天上下了 嗯 我一看到小贩往天上下 感觉就 不太妙是吧 觉得 对他的棋其实很很直接 就是如果他的棋都在三线以下 嗯 哈哈哈 你觉得是胜率会比较好 然后布局都在三线以下 然后布安局之后 然后 一个闷棍打入到别人的那个大某样中 嗯 然后他一会就活了 他活的特别轻松 对他特别擅长做活 特别擅长 所以我们是有对他是有了解的 嗯 在你觉得不太可能活的地方 他三下两下就给你灯火了 特别容易火 对所以说 那种流程他就会感觉非常好 嗯 今天的话呢 就你感觉就进入未知领域了 就双方在对攻了 就是 而且也不知道谁后谁 都不知道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呃 这个下法就是 不能说不好啊 就 但是呢就会看到 嗯 不是他擅长的那个领域 只能说范田玉下这样的棋 他不太擅长 哈哈哈 那柯杰要的就是这个 哈哈哈 他要的就是在每一个 呃 跟事业冠军 嗯 别的关于队列的时候 就让你进入到 你不是特别擅长的那个 对是的 嗯 就他是照着看人下菜的 嗯 这番棋 在下到这里 应该还是一个军事 但是 呃 总感觉今天把黑棋是 白棋是 白棋是有两位白棋担忧的 压住 你看吧 他关键走完之后 他还是要回到这个 最下面的 他是要去做活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 其实其实都是虚招 哈哈哈 最后他还是要去回到 一个呃 去实控的一个状态下 然后这边呢 这里的话有一个尖 对 这里也有个斑了虎 这个地方 这个脚上呃 呃 由于这个脚上有一个活棋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 比如说跳一个 就是这个局部有有有有 有活棋嘛 而且你这样的话 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刺 嗯 他不仅仅是活 他还要反刺里面 基本上里面就是 对 如果你挤住他的话呢 挤他火一个 那他这样活的就更大了 而且你甚至拐压来 他就会牵手了 对他可以脱鲜 这里已经是个打结 已经吃不开 是的 所以说当这个脚步没有实地化的时候 这两个子气没有那么重 我把这两个拿掉嘛 你你吃过你吃的特开心对吧 把这两个拿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也就这样 再把这两个拿掉 哈哈哈 你发现你也就这样了 哈哈哈 是很满意 但是呢没有你想 至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满意 嗯 因为之前摆起已经在这 已经有一手气 对是还可以 这个方的子气 但是呢你要看见这边 这边被压过来就黑白 整个又 右半边的压力也很大 而且你毕竟这步气还没下上呢 是的 人家以后还能出来 所以 没有想象中效率那么高 关键是呢 你 因为现在的围棋 就提我们要注意 它不是 那个一百年前 那个日本式的那种围棋了 每方动辄都是十几个小时 让你可以坐下来慢慢想 所以说呢 我们这些出其不意的招法呢 其实当时就会没什么用 或者克制你歧路的招法 因为你克制我歧路 我临时想嘛 对 我临时想解法嘛 我都有时间算 所以说我也无所谓这个事情 现在的都是快节奏了 对不对 每方两个小时 不管是两个小时算慢起来 对啊 有些甚至一个小时是直接独秒的 其他就是说你 一旦你的擅长的领域被克制了之后 你没有时间去思考怎么样 就是构建 就是 那个解法 是的 这个局部的要点在 因为你就算解出来了 你一步骑花了半个小时 你后面骑就没法下了 对吧 还不及算 对 就算两个小时 你一个步骑 你花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也很通的 所以说来不及了 所以更考验的是 骑手们的 我觉得一种全局的思路跟配合 下到这里之后 是这碗 脚尖 他糊下来 这里他好像还是得搬过 对 我觉得搬过挺大的 他为什么不肯呢 他觉得这个搬过还是不舒服 他如果他算是顶了一下 他不顶这下 他搬过的话呢 以后顶人家就不要了 他想先顶一下 多出一个搬 给他留个搬出来 断的断点 就是先 可以 因为你先顶他不能退 你直接拿来吃了 我们就不用搬过了 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小巧的一个小手筋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就就挖的时候他比较难过 就是这个点的 这个后遗症 其实 这确实点着一下 如果说把这两个子打掉的话 就感觉 那就啥都没事了 那就开开心心的一个聚脚 对 所以这 这先走了一下 是确实有点难受 这脚上去以后还有味道 他这一挖你就进退两难了 对 薄脚的状态你应该煎 然后他煎上 但是煎的时候 他牵手煎一下之后 你这个煎顶就没有用了 因为你以后再去搬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里摆多出了一个断点 这个搬出就永远不成立了 所以说他为了延续到自己煎顶的这个作用 你挖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吃掉 那把吃掉的话问题又来了 这个脚就爆炸了 所以真的好纠结就是 对吧 在煎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是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就打过了 对 所以他时空又受损了 就没有两拳的起 关键是这个脚被掏了之后 他其实整个右边是 会摆黑系模样是很大的 这个脚被掏了之后 时空其实又不领先 关键是 接下来走哪不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这个脚 非常华丽的一波操作 然后还有阿鲁先夹你一下 非常的夹得非常的棒 他肯定是不怕你跟他打结 可以说是状态爆炸 关键是打结的话 一个很悲剧的事情 他顺手这个结材 对 他本来就要阿鲁打 是提掉 然后他再提回来 他再提回来 你怎么办 这不能接上吧 这接肯定不能接 这个接太重了 是啊 那你不接他马上就给你拔了 拔了这度外这都不对了 所以说你家说你准备 他又便宜他 没办法 他再打个贴回来 这启下的好郁闷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白起损失了很多的时空 拐持他 拐打一下 这时候关系不大 接触 然后下部棋应该 就是小范有点儿的 在这边动手有点着急 就本手应该是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这里得补一下 这总得把它先吃掉 因为这个地方味道太坏了 请问 就是人家一尝出来之后 你这里还签了多少 是 你还得去挤这个 挤这个的话 这两个子很轻的 你再画手机吃也就五六目七 怪人家街上的话 你这个也搬不出来 是 这个退出先手 这个已经跑掉了 将近二十目了 而且白起来没完全活 正常是要拍的 按理说是应该补一个的 我觉得 但是拍的话 他又担心人家这边走完之后 这边太大了 是 因为确实有点重复这个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应该拍 就是 因为这个以后退出来 解决不了了这个问题 就这边动出之后 威胁到可以白起自己的生死存亡 而且这两个子本来就是个残子 你未来本来就是要搬出去 整体吃他这四个的 对 你挤完之后 人家等于某种意义上 这两个也轻了 对吧 就是反正这两个喊你嘴里 也不在乎这两个死不死 等于是反而把这个 这个破绽某种程度 黑起也把它缓解了 对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你该吓什么 先把这个拍了 先把这个拍了 因为 你一拍已经死了 这已经跑不掉了 先把这片拿来吃了 先吃掉再说 接下来再说 再想办法 或者走上面 或者是这边怎么样 怎么倾销 再说 因为我们也管不了 尖顶 基本上其实暂时管不了右边 他不愿意才要脱 不 本身脱倒是没什么 就是关键是你 他脱完他正常 他这边是要在 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在这边动手的 对 就是做活气个子 做这个子 那你一定落后手 原来动出来这边 这边很难过 他脱完了断一个 这下一步 对 我就看见 我就为什么说 其实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我说 就是柯杰的棋 为什么 包括很多一些 其实我就觉得 这个我觉得就是天赋 对 我觉得也是 他就不给你回头路了 是啊 他扳的时候他知道你要断 对 你这里不管怎么硬的话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落后手的 他就赶紧回手 把这个吃了 因为他硬得太好 他不能硬得太好 他硬得太好 你一看这地方描头不对 你可能就回头是岸了 对啊 我可能就走两下 你比如说你尝一个 我可能就拖鞋了 还一看局部没什么好处 我就走是这样拖鞋 就当现场便宜 其实也无所谓 这样也挺好吗 我再回头了 你在尝其实跟坚定也基本上半斤八两 对我觉得还好点 没准还还便宜 反正总而言之 这里双方可能都不吃亏 但是柯杰 他不给你机会了 对他把这条路给你断了 他不给你机会 这个小饭 我觉得非常不堪 因为这个是避旧的 球就不能被断了 这个必须得忧逆的 然后他再尝 这时候就尬在这了 对他尝找一下 你就已经发现就 就不好吃了 对啊 他可以去给其王摆压 他顶持决先 但他这下可以先不下 对啊 你压的时候他可以跳的 这是没有刺断的 这已经跑得很开心了 对就是至少肉眼上是吃不死的 反正你吃不掉我就行了 我是有点疲于奔命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是 反正你照不住我就行 因为你不贴这下 跟我照是照不死 就拐出来就完了 是 所以他尝了这某种意义上 这几个字就就活了 尝到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他现在暂时是活的 这个真的应该拍死了 不拍死 就是小范就把自己逼上绝路的球 就是最终我觉得必然得去猛攻这块鞋 对 你猛攻呢就回到刚才的 我跟大家介绍那个原点了 因为小范的攻击 并不是他最擅长的一个骑路 就相当于绕不出 绕不出来了 这个这个怪圈出不来了 主要是我觉得他可能想脱断了先手 他想看看人家怎么硬 但是人家再决定 再决定这个棋怎么下 我要不要拍死他 是吧 对 看看你这边的 然后不给你拍死的机会了 其实这两部其实完全能理解 他想先投射路看看情况 其实这两部棋本人局部是好奇 是 因为黑的怎么硬白的都能转 他想看看你怎么硬呢 这好像已经 再决定我这里要不要不还是活这块 结果没想到人家更狠 直接给你就把规度断了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直接拍了算了 因为这边就不管了 没错 这时候下不棋太难下了 就呃 站在小范的角度 那你让他去猛这块棋 他没把握 他是没有成算 那他绝对没把握 那他不回去 不去攻这块棋 他那就只能活这两个了 是 只剩下这两件事 对 但是其实他本身脱断的时候 未必是想活这两个 有可能他就是想看看 对对 脱断看 试一下硬手 看看你怎么硬 他再决定这地方要不要活 这个黑棋下的够狠 呃 柯杰是捞得非常的凶狠 嗯 今天是呃 铁了心 反正棋可以输 但是空我不能输 哈哈哈哈 我跟范田遇下啊 我棋可以输 我要先把空抢了 对 实空我不能输 你自己看着办 有本事你就杀 杀掉我 杀掉我算你赢 这个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 是 这个有点被迫我感觉 这没办法 因为他没办法 他这边不敢攻 对对对 不敢攻 然后这边再不走 嗯 就像刚才说 再被退回来 这个可能活也活不了了 所以利用这里 还有借用的情况下先靠 那肯定是能活的 但是活完之后 其实还是刚才的问题 这个脚已经被掏了 整个黑棋 白棋的紫效非常的低 嗯 全盘没有实控 这期 黑棋上班 那又你下班 白棋就连班下 然后他就把他拍 他没想吃你 他就是 我把空捞 就是把时空给稳住 收入 嗯 嗯 这也是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一个领军人物啊 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是这么下棋的 跟大家聊聊 嗯 嗯 中国的每一代领军人物 嗯 你在农心碑下的特别好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 嗯 我不算 我 我属于陪跑的 嗯 我们指的领军人物 比如说是我们的列老师 嗯 我们的马尔春老师 嗯 我们的长哥 嗯 我们的古力啊 这都是一代代传承的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有个最大的特点 都是看人下菜的 他不会说是 下棋那么死板的 嗯 我是什么风格 我就一定 他很灵活 是这几个领军人物都有这个 呃共性啊 就是在到呃 鼓励后面的科姐 对 就是 就是一个呃 明显跟有别于别的 就是常规的冠军们高手们的 一个最大领军人物的最大的区别 和一些 嗯 就这盘棋 说说下到这里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为小悍捏把汗的 就是这个棋真的太难了 哈哈哈哈 可以想象到未来 可能只能下剩下这条路了 是 我估计这个字 马上就要去做活了 嗯 就 科研最后就把这条大龙交给你啊 就是 交到你的手上把这条龙啊 反正他觉得你要吃掉我 那算你本事大 不 吃你今天如果能通过攻击把我龙吃了 那你太 那我也认了 认了就是 因为你干了一件你很不擅长的事情 嗯 如果你这样都能赢我 那我也没什么 没什么遗憾了 没什么遗憾了 对对对 就是但是如果你吃不掉 其实是一个常规操作 对对小贩 按理说是吃不掉的 所以说吃不掉的话 那今天小凡就危险了 因为球门会看到这个时空已经完全适合了 我们接着再看两度 对 这里虚晃一枪之后啊 追踪之一不再久 他简 也是简单的包扎一下 为了防止这个压过来的时候 可以搬个头 对 当你还没反应过来 觉得科学要要这里置孤的时候 他再次的啊 把自己的这个矛头 他好灵活 指向了左上角 他好灵活 真的是 就是接盘棋就是三光政策 就是小贩你就不用想了 你想时空赢我是绝对不可能 我再把这个子给做活 然后这边跟你决一死战 这时候已经没法应了 因为你应的话 这里已经欠了一个琴了 对 而且你应它大概就会出来 要靠出来 一个顶了极的形状 马上就活了 这个琴做活 他得先包上面 先把上面的这个头给摁住 那摁住完的话 拐一个 你看这部琴都下出来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走 你要飞死我 我拐你只能长 然后我咽一口气之后 赶紧把这个活了 这些不给人家留活路 对 反正这边是已经很清晰了 反正我就不给你留活路了 我就是找一个地方跟你决一死 嗯 就找大龙嘛 你就让白琴就没法活了 白琴已经就 全盘现在白琴的实控 没有木 就是这个地方大概实木琴 然后没有人 这个想做了 绝对不会超过 他的木在哪 呃实控不会超过20 你就不给 反正你就逼着他来 黑琴已经四脚穿性了 虽然黑的也不多 但是黑的呃手上 我觉得数个40多 还是轻轻松松的 这黑琴的木还是 就夹起来嘛 一个脚 一个脚实木加 一个脚实木加 像这些虽然少一点 但这个五个脚加这个边 至少20多 加这些零零散散的 40木总有的 白琴好像 20木都没有 就是 那个 确定低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局面 白琴如果说 不下狠手 那真的是没法下 唯一的狠手 就是对这块 对啊 你想吃他 这个太不容易了 这件事 就整个流程坏了 相信这首小贩 应该吓得是非常的郁闷 我接着再往下看 这完全不知道 应该从哪儿入手 你这样吃他 他只能去破眼了 就是 就是 杀他 前路漫漫 反正你能不能杀 我也不知道 今天就这么来了 反正我就是一毛不拔 你不要想让我 收手是不可能的 也 我也不看形状 我也不看子孝 反正活 反正不死就行 这个地方 我就往外拱 争取把每一个子都连上 然后就往外拱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 虽然这里有个影 放一个球 这里虽然有个打枝 但首先你这里也有个子 对 以后虽然有个打 但是呢 并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来摆一下这句 黑琴可以从阿鲁打 假如说他打这个 对就是不是特别严重 有一点小鱼尾 它可以爬过 但是黑的上打 上打完接住 这样的话 首先摆在这里不是很安定 对你要打这个的话 我拍打一下 而且呢就算这边有打子的时候呢 你再打我反打 就是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脚上已经两个眼了 你接 接我拐嘛 这有个加 脚上是永远活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呢 这边的话问题没有想着 你提这个就算了 就是这里有点小鱼尾 但是呢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 当然了 这也是之前脱断了好手的一个 没错 是的 就是说局部白的下的 还是非常的精彩的 就每个局部下的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但是关键是大事上现在非常的危急 我们再介绍一下 现在问题是白旗的木实在是 都找不出木来 就是关键是 核心问题解决不了 天 房里头先又捞一把 这步棋它主要是跳出来之后 防止这边伟大模样 这黑旗下的很彻底 这他就反正就是 而且我这块你就吃吧 你给我看你能不能吃掉 有一个接的先手 这有个葱 对 就他如果你脱先了 他接完就这里有冲这有段 只有白的得护这个 护这个段 其实是一个先手的一切 要不然这两个切的就就活了 然后护肌压出来 这时候的小帆 我觉得内心应该是非常的不开心 这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下 只能被迫去一手空了 因为反正空也不够了 靠这些都没有用了 然后可谐照单全收 先把空全 反正就堵你他不死 对 但是说实话 后面的下一步棋也是令人惊叹的 就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时候正常 一切都是正常的 因为这里去把 因为该他下嘛 然后搬在这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 在计划中的 那下一步棋是不是有点 这个下完之后 我觉得两个人做不了朋友 这这没法没法聊了 因为 103这个做法 本来大家想着嘛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不搬 我去直接往外面跳一个 这也是很正常的想法 我觉得 对我出个头嘛 这你还有断什么的 我跑出去 然后他是搬了一个 搬能理解 那人家断也是可以 搬的话呢 他因为刚才给全部介绍过 这里有个影响满右下角 他这已经提掉了 他通过这个搬呢 这里有以后 拿到一些点飞子 长的一些余味的牵手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正常来说 我们再往外跳 对对对 往外跳 或者你尝尝啊 或者怎么走一下 就是他搬一下之后呢 等于是这里有一些先手之后呢 能够间接的救援一下 下面的这个余味 是的是的 当白的动手的时候呢 别全死他说白了 丢一点嘛 就丢一点了 也无所谓 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 对吧 就是他跳之前嘛 往外跳之前 搬深圆一下这个 右下 这个如果正常下法的话 肯定不会往那下的 就是正常想的话 对 下一步棋下完之后 我觉得火药味就很浓了 其实 如果是 不知道两个人平时关系怎么样 如果关系不好的话 这事真的 真的不了了 就是或者说 那真的是不让人家过了 就是关系一般的话 这个就是 马上就是 就是要破裂 对 就是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 对对对 就是感觉上 了不了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部103 我当时就看了 我说惊呆了 当时刚刚直播要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部棋 我说这简直是不让人家活了 就没有活路了 这部棋就把刚才我们给全部叫这部打了 从彻底给杜绝了 是的 也就是说 而且这里小方已经又送了20幕的情况下 那这块棋已经来到30家了 加这40家 加这两个 和一起已经稳稳的50多幕了 白棋呢还是刚才很可怜的不到20幕 也就是说是一个50对20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时候呢 作为白棋的角度呢 已经不需要去数控了 只要弄不死这块棋 就是吃不掉肯定是不行 就不用下了 等于是又拖了一些嘛 但是呢 那说实话 这个下法真的蛮冒险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跳算了 说实话 这真的叫易高人打打 这有点过分 这确实 我觉得柯杰这部棋 稍微有点 有点玩嗨了 就是真的就是 其实你跳一跳就算了呀 这不用骑 不用下 把人家逼成这样 这个真的得你 这就是绝对 绝对是逼人家逼上去 你告诉人家我已经先手好了 这真的聊不下去了 就是 这简直是 而且白棋的角度呢 就只 只给小贩一条路可以选了 现在小贩也就彻底清醒过来了 也没事别的事可以干了 那我只有吃你了 围攻你这条大路 我只有吃你吧 反正 其实把别人逼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 好像也不是 我个人觉得下围棋还是 让他就是 稍微缓和一点 不是 让他有两条路可以去 这样呢 他那个瞻前顾后嘛 他就 心态就会比较纠结 他觉得呢 向前进呢 也有希望 不杀你呢 好像也可以 这时候呢 你就会比较安全 你把一个事业冠军逼上绝路的时候 其实这事儿有点不靠服的 就是 因为他会 在这一瞬间爆发出一个巨大的能量 就是 因为他终于想明白了 就是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路 我变成光脚的路 我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我也不用想别的了 盘面 时空是盘面30件 那也不用数了 而且你把这个尝了之后 这些都是没有空的 可能 因为最多就是这次一下的借用 剩下没有了 这个肚子根本就围不上了 这是一道铁壁 围不出紧不起了 所以说已经没得了了这个时空 在没得了的情况下呢 你就只能是逼他来杀你 我就在想他如果说不长的话 白旗除了打了冲 他是可以打了街上吗 还是他他究竟怕些什么呀 我不觉得他怕 打了街上 应该问题不太大 上面要做个眼 应该不成问题吧 他就压嘛 压一个 扎一个 扎一个就搬过 那就吃嘛 你把我搬死吧 不至于吧 我觉得我搬不死 主要 要是能搬死 不是这样也有点味道的 就是是 我们承认这里是有点味道 嗯 就是让他搬 你可以搬他一下 对我还得想搬一下 搬他一下 反正是个结嘛 这脚上就是是有点 脚上是个打结 对是有点 但是呢 其实没有那么 那么那么重要 就是就是黑的肯定是活的 但这样的话实控没有领先那么多 这地方是是有点隐患 一直有点隐患 反正他就堵这条龙的 他这么长嘛 就就肯定就不用 这就是也不用看别的了 省得你在电视的 这不长肯定是要长 嗯 然后长完之后黑的 然后就被逃窜了 白的只能是追杀他的 那这半期就变成毒死活了 其实本来他跳掉 我觉得应该蛮充分的 因为这边打结嘛 把黑的中间尝一尝 把这个伏兵那个给用上 因为长完之后中间 把黑白气还有点薄 把之前的那个影子都给用上 其实因为脚上这个结 把黑的可以不打的 就是就挂来这里先不打就完了 对对中间走一走 是个两手结 对其实龙肯定是不会死的 当然那样实控也就没有绝对领先了 就是都是辨证的 就这样那样就缓和一点 双方都白的也算有有面子 是的 攻一攻嘛也就没准战线要拉强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彻底了不了了 实际上小范也是继续围攻 因为这里不能冲给他 冲是肯定是中计的 冲完了断他一长 这你肯定蒙不住了 这个是一个大俗手球 因为你在推的话 他这个长是决先 这边你从肉眼也看得出来 这个形状肯定是 你这怎么堵住他呀 这肯定堵不住 你再贴的话 我们说过最简单的 就算长也没用 因为你好不容易把他堵住的时候 一长你就死了 随便怎么走都行 这里已经被关门了 所以说这种硬来是不行的 就杀棋的话一定得迂回 也是一样的 就是不可能直线攻杀 你就能杀的 特别是大俗这里是指的 你杀事业万鱼 就是有时候可能请我们 自己下棋的时候 直接一斧子就抡死 也是有可能的 对手过分的 但是你要比如说你要杀柯杰的话 那绝对不可能说你冲断把他杀 你冲断把他杀 那他肯定会补的 对 所以说这时候只能迂回 说实话我看了 他跳一个 然后再照 再照 好像还是有一点危险性 主要这块鞋一个眼都没有 顶线 顶线 这局部是没有眼的 这个地方也是个假眼 这块鞋其实就是一个眼都没有 就是 黑鞋的角度其实是缺乏眼味 我还在想 他是不是觉得白鞋缺乏眼味 白的我没看 因为如果白的还缺乏眼味 那就这排鞋没法下来 白的其实也就不用思考 就缺不缺眼了 也许 球鞋你说的是对的 他还觉得白的你还缺眼 他说其实你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我觉得白的也就不需要思考 这个球鞋这个问题 因为这棋是这样的 他如果说待会沾上的话 他 你应该不能这样顶着打这个 如果你打这个的话 他这个断完了 这味道很饿 我沾他补 就这样补一个是吧 应该这里是封不住白鞋的 战是封不住 就是 反正他他吐你聋了 现在也就 你沾不沾也就根本就 顾不上了 顾不上这点步了 这时候 反正看起来还是有压力的 我觉得很 只能说是一高人胆大 但是呢 他的这波操作 绝对是不给其友们推荐的 我觉得103是绝对不给其友们推荐的 如果大家下了这个局面 还是该补中间补中间 对吧 这个下法真的太太冒险了 我只能说你有绝对的自信 他有绝对的自信 我能活 反正我能活 柯杰不知道看到啥了 反正他觉得说我能活 就是刚才秋姐说的这三个字 我能活 我能行 我们旁观的吃瓜群众们都惊呆了 像我这样的 真的真的 我也觉得 我就在想他是怎么跑 我说他要不要打 是不是打有点俗 或者说他直接跳 还是怎么着 不肯定在想 要不要 对他是在想 那中间是怎么走 对 可能这个打有点俗 可能在想这个事 然后他遭到拖先了 这两步期确实有点纠结 就是要不要打这下 确实蛮纠结的 因为有可能打是不是俗手 我简直是 然后接到往下看吧 然后他就搬了 这里断的话能够看到的是可以的 可能贴回来 贴回来 贴回来以后 这个白的断点很多 而且呢 关于贴回来之后 已经有一个眼了 对 他未来一团 这里你必须得去 他得赶紧接一下 你先接嘛 但团说你得去接或者抠这个 对对 那也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眼的情况 这里万一再拱出一个眼 你就危险了 所以说这步期其实 我们告诉大家 其实 我们这里说了半天 我这里小黑了小贩半天 其实并不代表 范婷鱼不会杀鞋 大家千万不要产生这样的措施 好像我们现在说了之后 大家就觉得 原世界冠军范婷鱼 不太擅长攻击 不会攻击 千万大家不要这么想 只能说相对于他的制估 他的攻击的成功率和准确率 没有那么恐怖 球门 我是站在一个 就是他制估的那个高水准上 来说他的攻击的球门 千万不要误认为他不会攻击 千万我这里澄清一下 到时候说是我说的 大家千万不要有那样的误解和认知 就是说相比起于他的制估做活 攻击这样的技术呢 他确实要稍微差一点 对 差一些 但是是相比较而言的 千万你看他拱你眼的时候 面你眼的时候也是招招都是 是他他可能也不太喜欢这件事 后老小 不是说他不会 对他只不他喜欢这么干 因为他很多时候 他把空捞了之后 他只需要他不需要感觉 把自己做活就可以了 是的 他不需要面对到去涂龙的这个局面 但并不代表世界完全不会涂龙 街上 大家会看这两步其实非常的凶 家主 这个时候已经被逼上梁山了 白黑的管 对看下一步了 这边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我这看着白旗的形状确实这边有点 有点气有点紧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下一步 气好紧 他是跳的 这得相信他的判断 这里 这里因为长是个决先 刚才你也说了 对对 这里有个段 那长决先的话 那好像也只能跳了 要不然直接就被打死了 那黑的再回来 拐回来 拐回来只能接 对 要不然被冲了一次 长也没得了了 那只能断 这两步气都是命令气 这个就看着白旗 白的也只能断 那也只能没断 反正已经 这个感觉已经要活了 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 飞好像已经要活了 路是没有了 可能这两个被吃了 他小尖了一个 感觉已经封不住了 还是算了 不要 明知不可为耳为之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收益到上面两个子 吃掉是不是也挺大的 但是够吗 我觉得应该 应该走远了 这白旗 我觉得白旗还是不太够 对啊 就是这样的话 虽然收益了加二十目旗 但是好像 刚才落后的幕不止二十目旗 而且 而且这个旗长完之后 球门 这场是一个绝对先手 原来这个飞刺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就在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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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可以单点 他接下来不用长 原来火旗那么轻松 是 原来围棋那么简单 感觉 你看事业冠军 你就把这块旗放到 然后人家吃就行 你看事业冠军的旗 我告诉齐游门 就是 有些齐游门也跟我了解 他就觉得 围棋好像挺简单的 你看人家你怎么赢 下下就赢了 怎么这么容易呢 行云流水 处处都下得非常的 那攻守得当 对吧 感觉围棋也不难 对吧 当然你自己下 就不是这样的了 你们自己上去下的时候 对吧 这个齐游门都懂的 对吧 就是特别是我们 看了一些很漂亮的棋之后 觉得我学了一招 学了一个什么开局 学了一个什么手印 以为自己长齐了 对吧 到了自己下的时候 然后就我们就开始 打开 打开电脑 对吧 然后在互联网上去 准备去掠一下 别的齐游的时候 展示一下自己进步的时候 有时候这时候 就会有一些事件发生 就会发现好像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布局 我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是会感觉到 压力很大 对 其实这里就会看到 其实它就是整体的一个 思路加上精准的计算 对 刚才我前面说的话都开玩笑 对 这就是绝对需要强大的计算 包括像这部103 它不是说你光自信就行了 是的 它一定是通过一些计算 它肯定是算过的 它认为白的吃掉黑器的概率 是比较低的 没错 我们不说绝对百分之百分 至少是它科捷没看到 它怎么样 它觉得你基本上还是吃不掉的 像你这样攻击获利 收益到一些时空 它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一般其他前面的时空优势是很大的 所以虽然这里白的也拿了不少空 从我攻击 从攻击的角度是成功的 这一串 拿到了很多的时空 但是由于前面失血很多 所以这时候大概率是这棋要输的 而且特别是这个点方线处理不了了 好像好难 这棋好像只剩下这一步和这一步可以下了 对啊 那应该只能下这 它弯出来了 我总不能下这一步 这不跟认数没区别 那只能下这 它如果说下这的话 黑棋是点完一下就打算 应该我就规矩退回来吧 就尝一个是吧 尝一个在它这边 它顶一下嘛 它顶一下完事了 那别让你吃了 都顶一下 顶总是我拿了 哦 那这个脚好歹有个打劫 然后把这个吃了吗 脚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你 因为你吃了你其实才 对才会有一些打劫的目数 你现在根本就不敢 你自己气是紧的 哦 它也有可能不顶 我不这里不确定 就是看看它 它不顶的话 把它吃回去 那脚是安全 这里我不是特别确定 它先退吧 就是我觉得 就单退一个先考验一下 因为这里球门看到 这里是没有气的给大家摆了 你顶完之后 嗯 假如说断 那就简单的一个吃就行了 你突然发现 先断这个先断这个 你先尝一下嘛 尝也行 就其实就这样也行 就肯定是 先断这个是吧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嗯 嗯 断这个你吃 接上 然后再 沾这个 这这这看的怎么晕呢 算了 还是还是退吧 对你退一个然后再 但退它不几下我觉得不舒服 哦是这样 几下又觉得 你很不愉快是吧 对有点亏目 嗯 这形状 还是有点破绽啊 他这么说 我可能还不更长 要不先吃一下算 几个要不你就团住 然后它再冲的话再尝 这这这跟这边气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那要不它吃一个算 哦那吃一个 送一下算了 因为刚才没 我本来是想挡这个 觉得气筋 对我刚才就在看这儿的 吃一下再尝 吃一下再尝 嗯 这样会比较味 这样就算了 那摆起肯定得补啊 这不补 补的话感觉困 困难啊 就不行 不补有点惨啊 这地方 不补被顶完了 然后粘上 最后白的不能接嘛 白的应该还是得弯出来 嗯 继续的拼搏 呃白的不能乱接 因为接的话 不是接接不起不好 嗯 主要是接空不够了 但是 我怎么觉得出来要 他直接断掉了 可以起 断掉完 不对了 就起 我不太明白 他是哪里是 断掉完这里 嗯 怎么感觉 白起打吃这个 白的 好惨啊 这形状 这里黑棋是要怎么弄他的 黑的就顶吧 黑棋就顶一个 顶一个他接上 他就接上 那他只能这 就很很委屈的渡锅 渡锅完是不是脚上就没事了 脚上 好像是 他这个一扑这次 一感觉是没事 但也不确定了 这里 好应该是没事 他就把中间走掉 然后 不是 他是这样 他接上然后 接上嘛 就挡嘛 他走这个 挡吧 挡完就 挡这个就行 他挡完挡这个先手 先手这里有一个吃完一口 一口门 他还不能 他不用挡了 他还不能团在这儿 他只能吃过去 白黑的就不下去完 你永远都不敢走 是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毛病补一下 哦 把他吃掉 好像也行 团就拐了 对 他这边不会死 行 团一个就拐在这儿 是吧 他好无事先手 问题不大 对对 没有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 拐一个更好一些 因为搬的话可以 不用防这个 就是不用弯的一个地方 好像下到这里 我给大家数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面大概二什么棋 我觉得就是 白棋也很不乐观 就没吃掉 肯定是不乐观这件事情 应该是下沉 如果说 现在白棋打了 你别说这个棋 没想象中赢那么多 比我想象中赢的少多了 赢的少多了是多少吗 也就现在 感觉盘10左右 该黑的下 我的印象中 刚才不是盘30 就是看来 世界冠军们下下 也就这样 是黑的优势 但没有想象中 经常就是这样子的 互相之间 好像已经赚了很多很多了 然后回头一翻看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就充分证明他们 内力还是深厚 实力还是接近 实力还是接近 是 但这一串下完感觉是不行了 因为 这个 脚上刚才说的这个 球门也得带 没有 本来如果这边硬盒 可以顶着有多斑 按这个 这是个 截 反正提不提都一样 对反正都打截 其中你整个弯 这里我们去打 是的 但现在由于气井的原因 它接不回去 所以说这个 这个脚不就 我打两下把你扑死了 这个挡是决心 大家可以自行的 这里 看一眼 千万别再去做 这个挡死了 就算人家别不挡 你也千万别动手 这动手就送了 真的就送了 这都是陷阱 所以 那马上就要这样了 应该就这样 应该是 对 它是打了 然后黑心顶了一个 顶吗你只有接了 估计也没什么变化 这还能有什么变化 你总不能回头 三个被断吧 那我不是三个吃了太开心了 三个吃了 这边也不用补了 都不通了 那接的话 一接就只能打过 打过完就成了 那样 基本也就这样了 现在是下到这里 对 他现在顶一个 这个也给 其实我们介绍一下 这应该是12点半开始比赛 没错 每方是保留时间两个小时 所以说呢 形势不力的一方 肯定是要计算的 满辣满算 每方两小时之后 4点半开始进入读秒 所以说 应该说 并不一定随我们直播的意义 他们可能会 那个 继续的熬战下去 刚才彭老师给大家判断的说 这棋 黑棋虽然领先 但是领先的优势呢 也没有想象中 没想象中那么多 一定是黑棋领先 但肯定是黑棋领先 所以说这棋呢 也不一定 也未必就 这好像白棋就不行了 至少小范的棺子 还是很强的 我觉得 应该这么说 大概率不行了 对 就是 因为磐石该黑的下 冰石该白的下 确实还 他能收一下 是吧 黑的下 收过棺子后 可能接近后手 可能正常接近磐石五了 反正说 就算该你再动 追一个天幕 棺子 虽然说小范棺子是一个 他的特色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象 但是 我也不太相信 他能追一个天幕 说实话 他断打一个吗 等于说 断打算他接嘛 断打算他接 你不接我冲进来 那你就不是磐石了 刚才是出来接的 是这样子 就是 反正大概率是黑的里面 这真的是这样了 转换了 他可能觉得比刚才好一点 对 他觉得这个图比 街上的那个下法要好 太痛了 这个全 这个 早知道 搬一下 找到这边搬一下吧 这一下都没搬着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还差两目 对啊 我觉得 心情上是接受不了的 虽然可能他的选择是对的球 但是我觉得 我下的话一定会接的 接的再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数到这儿是十四 这怎么会成十四目了 本来是刚才我们聊的是去欠个打结的 是欠目的吗 是的 是的 但已经这样了 应该不行了 应该不行 这这步也省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该接 有点疼 太痛了太痛 这个实在是 吃不消了 这其实这样就下到这儿呢 判断 刚才判断就是觉得黑棋要好 那现在应该优势 我觉得比那样可能还要大一点 啊 吓得这么坚实啊 我们把它这步摆下去吧 他是立了一个 没有 他挡了一个 他是挡了 我说他怎么立一个 我还奇怪呢 他什么都怪 这棋应该是没戏了 对 这按理说是应该是黑棋要 这个这个被 三个被切死实在是太太痛了 主要是黑棋全部都安定了去 前面捞到时空有足够的多 嗯 白棋 我不相信这棋还能追了 那就是说确立 黑棋确定他还是有盛事 是吧 对我提前下判断了 就是我 虽然还没有下完 可能还要下很久 作为一个 也算是个职业棋手 对吧 像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讲解员的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也是个前职业选手 我们这个判断还是 我先下来这了 真的这个棋 你会觉得白棋不行了 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 就是唐卫星对杨顶星的那盘棋 好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有一个信号